雖然生老病死是每個人都必須經過的階段 但是從來我們的教育體制 沒有教我們怎麼去因應這些事情 所以透過大量的這個心理學的臨床跟研究 其實每個人面對傷痛悲傷 會走這五個階段 只是說每個人的速度不一樣 那有些人可能會跳過某些階段 但大致是這五個階段 那唐先生目前就是在第一個階段 就否認 足以否認的 他否認的階段 就是這件事情沒有發生 那為什麼他會否認呢 我從很多的新聞看起來 我覺得他跟媽媽應該是就是愛恨角質 相依為命 對 然後就是很多的生命故事 是參雜在一起的 所以我以前有很多的個案 他們不願意接受父母 尤其是突然的離世 是因為他們覺得 我都還沒有孝順到你 你怎麼可以走 你怎麼可以連這個機會都不給我 所以他目前是處於這個否認的階段 那在接下來我們可以預測就是說 他應該會走到第二個階段就是憤怒 有啊 他在陽台上面 對 就被說大吼大叫 罵大家 罵宣洩 就說記者亂寫什麼的 是 開始到這個憤怒的階段 那第三個可能就是討價還價 可能就是接下來就是死因罵 那到底是對不對 自然的還是非自然的 他可能就會在這方面會更堅持一點 那在第四個就是他會走入沮喪 那剛才林玲姐講說 他又有憂鬱症的病史 那這可能是最需要人陪伴 就更高風險了 那至於旁邊人該怎麼樣有效的陪伴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對 那最後一個 就希望他能夠早一天走到這個 接受的階段 就接受不完美 接受他跟媽媽是有些遺憾 但是他之後可以怎麼做 可以讓媽媽就是引以為榮 可以讓媽媽真的放心 就是離開 讓自己更好 讓自己更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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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五個階段 也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們就要問一下白雲哥 就是您現在從事殯葬業嘛 對不對 我從事蠻久的時間了 對 很長十九年的時間對不對 你看 從你八九歲 我就開始從事 對啊 從我小時候 好愛想 那您有見過就是類似像 唐志平這次的案子 其實我不是見過 我有聽過的是有長輩不認晚輩的 譬如說這個晚輩 因為他以前是無惡不赦 作惡多端 就是壞人一個人 然後不然就是在外面 浪流連的 後來到最後通知到 他家裡面 可能已經在家裡這邊 已經消失好幾年了 家人都已經 就已經跟他斷絕了 當作沒有這個小孩了 好 長輩不認晚輩 認同 但是沒有聽過說 晚輩不認長輩的 會發生 可能就只有我 因為可能到時候我 如果發生這種事情 就是我沒有留遺產給我兒子 那你現在要跟他好好溝通 有時候爸爸怎樣都是愛你 對 OK 其實現在我小朋友 也滿懂事的 所以我也覺得說 他這個狀況來講的話 其實沒有聽過 我沒有聽過 很少 對啊 你再怎麼樣 所有人 我們一般都講 實者為大 又是你的長輩 再怎麼樣你也是 OK 一定說 沒有錯 他就是我的親人 那是OK的 那面對這種就是 沒有人願意認領的這個狀態 那怎麼處理 這個由我們的殯葬管理處 他們規定走 這個我就也不了解他 他有程序 他有他的程序 但可能就像剛剛他有提到 就說他可能就是火化了 火化 但是他要先清楚 然後他整個會把資料都 拍照都留下 到時候也許後來有人說 他有什麼特徵或怎麼樣 然後先看照片 然後再來認 那可能他有一個公告 一個時間多久 然後再變成無名師來處理這樣 所以其實最讓人比較心寒的 還是就是比較不關心的家屬們 你會不會覺得 就算是自己的小孩不認 你會不會看了也覺得有一點 心酸 如果真的比如說 那個長輩是我的話 已經去當神仙 我一定很不開心 對不對 一定很不開心 而且你這個小朋友是你 一點一滴把他拉拔長大了 竟然他今天不認 所以我覺得 就像剛才心理醫師講的 可能是他自己沒有辦法接受 目前他自己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還有一種可能 我講的比較通俗一點 如果也許說真的是自己的親人 那你的媽媽 那你真的是 手上也沒有多餘的這一些 這一些錢 然後反正處理後事還是得需要一點點 對 白雲哥來嘛 我OK啦 今天白雲哥發話了 真的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到時候 你再過一些時候 也許真的是如此的話 真的是自己的媽媽 那再怎麼講 我也是演藝圈的 演藝圈的大哥 算是同事 那沒有關係 我來處理 我來幫你處理 太感人了 今天那個白雲哥 節目上發話說願意幫忙 對啦 對啦 這是沒什麼 這人難免都有不方便的時候 對啦 但是的確這次講到 這個唐志平的案子 讓大家是滿驚訝的 是因為覺得說 不曉得原來他 其實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